所以佛法是平等法 没有一样的不平等 过过人都是敌人 在极乐世界去 真的 过过人都是敌人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金刚不坏神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们听了也不需要羡慕 我们也无需自卑 为什么呢 那是心变现 只要我们把这些网易 把这些不正常的东西 统统丢掉 统统放下 极乐世界所说的一切美好 我们现前统统能现前 在大臣的心目段中 没有对立了 这是修学大臣的不能不知道 没有对立就是平等的 有对立就不平等了 大臣的不正常 大臣灵运 没有一法不真诚 真诚是自信的本体 就像金跟金系一样 他所现的一切相 都是纯金 没有一样不真诚 他看样样东西都是真诚 为什么呢 样样东西都是自信 开悟之后 随念一法 无由不适 真正平等的世界 真正清净的世界 真正圆满的世界 在大臣 大臣在哪里 大臣在我们自信里 大臣在我们心里 大臣在我们行为里 大臣在我们身体里 生活里 管用啊 不是所学非所用 学了马上就用得上啊